我們在做完整的公佈這樣可能會 作業上面比較不會發生 中央有紓困之亂 我們也不希望台北市發生加碼之亂 不是要公佈那個振興的方案 因為上禮拜一說禮拜四要公佈 然後禮拜四說今天要公佈 已經拖了這應該是第三次了吧 然後還有就是包括那個敬老卡 那個綁釘的那個東西是出了什麼狀況 可以一併說明 謝謝 好的那個振興方案 臺北市市長在總諮詢已經說明了 那我們現在做後續的技術上面的處理 那上個禮拜本來是今天要宣布的相關的內容 那第二最重要是我們去 確診了所有的敬老卡跟中央 這次振興方案他所要的data 就是他需要綁定的相關資料 我們本來是希望說 我們直接從我們社會局的資料庫 直接網上傳給 就是往上傳給中央就可以 那但是中間有發現說中央需要的是 這個卡綁定的卡的人的手機號碼 所以我們的資料庫裡面有很多 經濟老卡的長輩他是沒有留手機號碼 甚至沒有留電話號 所以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一次 主動幫他們往上傳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先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會考慮 新的方案就是我們協助他們上網登錄 另外就是我們找一些據點讓他們能夠來靠卡 也就是B醫生我們就幫他確定可以上傳去登錄 因為中央是需要綁定相關的登錄資料之後 才可以取得花三千還兩千的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我們在啟動以後 有任何的長輩的資料 可能因為在我們這邊的data不夠完整 而被中央剔除 這個部分我們要先解決 所以是跟中央要求資料的這些內容 跟我們原來經濟老卡的一些資料庫裡面的項目 有一些小差別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早上還在跟市長做專案的報告 那這個禮拜會把這個問題全部可以解決的方案解決清楚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剛剛講 他可能需要上網登錄 第二個他可能需要來靠卡 那我們需要先解決靠卡的場地處所的問題 第二個是如果自動登錄老人家 如果沒有辦法的實況下 我們市政府怎麼樣來協助他們上網登錄 除了家人可以協助之外 我們市府的單位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需求 在各個不同的點來協助他們做登錄 因為將近有四十幾萬的老人 然後有十幾萬的愛心 所以加起來大概五十萬的卡片 那五十萬的卡片除了上網登錄之外 他只要逼一聲我們可以幫他上傳 但是就剛剛講有一些沒有留下手機號碼的 可能必須要做一些修正 因為中央要求有到手機號碼 因為他要發簡訊告訴你說 你可以領錢或者你可以怎麼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先修正 而且我們的資料戶有些可能已經比較舊了 所以還要再去確認 那另外就是很多新的老人 賣入六十五歲他會新辦卡 新辦卡的時候我們就會主動先幫他們做協助綁定的動作 所以光相關的資料的比對之後 然後人員的訓練完成 我們再做完整的公布 這樣可能會作業上面比較不會發生 中央有紓困之亂 我們也不希望台北市發生加碼之亂 所以我們希望把他全部都準備好了之後 再一次跟大家說明 所以應該是這個禮拜應該 全部確認完了之後 我們會在這個禮拜內跟大家做完整的說明 你不需要替我 做完整的動作 解任實位置 我們要找到 你們要找到 我們要找到 那邊 我們要找到